I see you from across the room looking so fine them girls don't stand a chance I know you're all mine 大家好 前段时间一直给我留言 还有发弹幕 让我出短袖的同学 现在可以出来了 我也没有想到 我居然这么快 就开始买短袖了 虽然说短袖是我 一年四季都需要穿的一个单品 但我也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快 虽然说杭州现在这个天气 还不太能单穿短袖 但是就是我会 把他们当做一些内搭去搭 然后今天也会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平时是怎么穿这些短袖 然后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煎自己短袖分享 第一件是一个这种白色的短袖 然后它的印花我好喜欢 它的印花是这种小熊的一个印花 是有点这种水墨花的 这种蕴染的感觉 包括它下面的这个印花 也是做这种滴水的一个感觉 但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小双玩具 所以这种感觉有点可爱的暗黑 然后它这一件布料非常非常舒服 它是这种比较偏厚 有弹性 有一点磨毛的这种布料 对就很舒服 就是好舒服 然后它的背面呢 也是有一个这种倒立的 一个小熊的一个印花 然后这边还有盘子 就很好看 这个版型是这种非常非常宽松的版型 就它袖子是比较长的 然后衣长也是比较长的 我买的已经是A-Smart了 但它就是这种比较长的款式 单穿搭的话我会卷两卷 然后把它塞到裤子里面穿 最近的话呢 我是把它当做内搭 就是搭我一些风衣外套 然后还有牛带外套搭 都很好看 它就是不管搭什么外套 都特别特别好看 有没有感觉就是 使人变得更白了 它的话是一个这种 圆领的常规T恤 然后它比较 有小设计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它左边这边 有一个这种 铜色的一个刺绣 就是一个人脸 它的肩是有这种肩宽限制的 就不是那种落肩的款式 然后我的是A-Smart 我穿它的话 跟我肩是比较刚好的 加上它这个布料 是这种比较弹性的布料 所以穿起来就很显瘦 当我一个 我平时很喜欢穿的一条牛仔裤 然后再加一个那种 黑白格的一个小包 就很清爽 这一件是一个这种灰色的短袖 然后它正面看 就是一种光板的是不是 然后在左边这边 有一个红色跟白色的 一个小小的印花 有一个小点缀 然后呢 它的背面 是最好看的地方 是一个这种波动的 地形的一个图案 第一感觉会有点像冰山 其实它这个印花的 这部分也是灰色 但是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泛蓝 搭上旁边这个红色的 小小的印姿 就是很好看的一个配色 我的话是把它搭一条那种 白色的长裤 然后搭一个 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 一个黄色的包 接下来这两件是 同一款 但是不同颜色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颜色 然后就是在纠结当中 选了两个颜色 这个红 很显白 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包括做指甲的时候 就是像这种红 或者再深一点的红 还有那种姜黄 还有那种绿色 还有那个 宝蓝色 就是很显白的颜色 好像两件版型一样的 都是这种圆领的光板贴 它这个红就是 不会燕 然后也不会暗 就是很刚好的一个 很正的一个红色 它的话 我是把它搭一条 黑色的一个 拖地的牛仔长裤 这样搭起来就感觉 比较明亮 然后又 就是随意 这件的黄是一个芒果黄 就是看起来很好吃 这一件它的布料 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一个布料 然后它的弹性也比较大 这一件的话也是一种有肩宽限制的 长度也刚好 就是穿起来会很显瘦 然后我的话 搭一套那种白色的裤子 然后搭一个那种 绿色的一个布包 这样一套的话 我自己心情会特别好 像这种纯色的短袖 就是颜色随便我挑 就是非常值得买的一个短袖 这件是一个天蓝色的短袖 它是一个男装 它的布料跟一般的那种布料 不太一样 它的布料就是摸起来很细腻 然后就是会有点冰冰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舒服 而且垂干也很好的一个布料 我今年就是又开始买那种蓝色的单配 蓝色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蓝色 虽然说平时会出轨喜欢一些其他颜色 但是就是蓝色还是从小就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它的这个蓝是天蓝色 就是不会饱和度特别低 也不会特别高 就是比较适中的一个蓝 然后我现在穿它的话是把它搭在那种白色的衬衫里面穿 搭同色系的一个蓝色的包 就会有一个小呼应 热一点的时候就是蓝色加灰色再加白色 就穿出去会很凉爽 就是看起来很清爽 如果有不怕热的同学 其实可以搭白色的短袖 在里面叠穿 然后把这个袖子挽起来 就会露出那个白边 或者把白色的短袖穿到外面 露出一点这个蓝边 也很好看 就看你怕不怕热 它这种很基础款的白短袖 每年都有大量的同学会问说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白短袖 或者说白色长袖 能不能分享一些这种短袖 它就是我今年找到的一款 非常非常非常好搭的白短袖 这一点它不是那种透的白短袖 而且它的布料很舒服 有一点点弹性 然后手感摸起来会有一点点小磨毛的那种 就很舒服 而且它的领口也是那种比较合适 也不会特别宽 然后也不会特别收的那种领口 所以就特别刚好 它的袖子是稍微偏长一点的 非常是这种适中的一个衣裳 就不会太长 也不会过短 在下摆的部分做这种 前面稍微短一点 然后后面稍微长一点的这种款式 然后在侧面有做这种开叉 所以它就是不管塞到裙子或裤子里面穿 或者说把它拉出来穿都很好看 但这期视频呢就要近别说 不知道我头发在视频里面明不明显 就是我这个黑头发已经长出来很多了 就是我最近也准备去染一下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或者是主题 都可以来给我私信 然后呢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